今天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 Blair左撇子来到节目上 跟大家分享她的女力故事 当时对于毕业后 已经有什么样的打算了吗 就你当时是做戏剧系的 你就已经有观察到说 哎好那我以后我可能 我想要走 可能走到大萤幕 去做艺人 还是说你已经看到 可能成为部落客这样子的形式 你当时是怎么规划的 真的要我老实讲 我完全没有任何 跟戏上有相关的规划 就像我是念戏剧系 我完全没有想要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尝试 才发现我自己 很不想要走这一块 因为在我们过程中 可能有很多casting的部分 那你casting就是 你要表现他们想要的样子 去呈现他们喜欢的角色 那我发现我很排斥 很多人很喜欢 很多人是他们的擅长地方 我发现我好像很喜欢 很擅长或者是 比较向往做自己 所以我觉得反而我在做 不管是频道上 YouTube上 还是我现在做任何自媒体 我就是百分之百的 在做我自己 在分享发表 我自己喜欢的样子 跟打从心底的 想法的初衷也好 那在戏剧系 刚好也是偏相反 我的戏剧系是 你必须诚释剧本里的角色 导演给你的任务 或整个戏里 进入那个角色 给这个整个戏的氛围 因为这样子的完全 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发现我不喜欢这样子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 这所有这一路走来 从你开始剪影片 分享你的生活开始 这一点一滴 让你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路以来 让我最觉得珍惜跟珍贵 更让我觉得领悟到最 最重要的东西是 哪一些人 值得你好好的紧握着 哪一些时刻 值得你好好把握 我们会很留恋过去 我们会很期待未来 可是我们会忘记 要把握的当下 然后不管是 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 我们拍影片拍得很好 就是想要未来 呈现得很好 但是可能会忘了享受 我们在拍影片 当下的过程 我们在剪影片的时候 就会投入到过去 我们哎呀 那个影片怎么没剪好 那个影片怎么办 那怎么 就是会因为 每一次想要呈现给观众 或是给 所有你爱 喜欢你的人 或你的读者们 最棒的作品的时候 会忘了 每一个当下 是很值得珍惜的 你身边陪你打拼的伙伴 或者是在旁边支撑你 陪你放空的家人们 都是很值得你去把握的 因为我知道 时间就这么短 那我要花剪片时间 可能花个六小时 但我现在懂得 再把它切一半 三小时去工作 三小时去陪家人 去陪爱的人 去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这真的要我觉得 最大题目 就是你更了解自己 也更知道哪些东西 和人事物 是值得你去好好珍惜 跟把握当下的 卫尔有没有就是 自己在追求 个人成就感的 这个过程中 碰壁的时候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当时的你 又是怎么样去 化解这一个 当时的 这个关卡 个人成就感 我个人的成就感 我现在 比较建立在 别人身上 然后这个别人 是我最在乎 最爱的人 所以他们在我心中 不是别人 他们是最重要的人 那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说 建立在他们身上呢 我是觉得 他们快乐 他们开心 他们幸福 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那 这要讲碰壁 我举这个例子好了 因为 前一阵子开始 我们很风露营 那我就很想要把 我身边所有的爱人 家人朋友 全部聚集在一起 然后 放空个三天 两天 然后一起聊天 迎火 然后很暖 很温馨的这样子 那我妈赶把她来答应 我要去 但是因为 过程中她就觉得 反正再约就有 她就觉得想要爽约 两天前 那我当时候 就是一个很大碰壁感觉 我觉得 我今天忙了三个月 两个月这么辛苦 就是为了 其实就是为了一个 可以好好跟家人相处 好好看到大家的笑容 同时间看到的那种感觉 那个画面 我觉得 那个当下我其实就是不小心哭出来 那个感觉就是 我追求成就感 你竟然就跟我说 你不要来 就是很直接 对 那我当时有解决方法 就是我跟她讲 我跟她说 就是真的是 正面迎击 正面解决 就是我跟她说 我的成就感是来自这边 我努力的目标 我努力的 的动力 就是你们的笑容 你们的幸福 然后我们一起 一起享受每一个 可以创造被创造出来的回忆跟时刻 她就二话不说 当天就准时到 有点充分 就跟我说 拿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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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